正如我之前都說過 有些手錶的外型不需要理會是甚麼牌子 只要看外觀 遮住你都知道它是甚麼牌子、甚麼系列 知道它是甚麼牌子、甚麼系列 就不代表你一定很喜歡它的外觀、設計 就不同,例如努力士 Summerina一看就知道它是Summerina Daytona一看就知道它是Daytona 大眾情人一看就一定喜歡 但有些系列就知道它是甚麼牌子、甚麼系列 但外型、外觀有些人喜歡就很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就不一定這麼大眾情人 汽車當然有這樣的例子 例如波子裡的Panamera也是 你喜歡它的屁股就很喜歡 不喜歡就覺得它很噁心 但一看你就知道它是Panamera 同樣道理,錶裡面亦有幾個不同的錶 例如Pasadi Cardia就是其中一隻 有些朋友會說這隻錶的樣子有點古怪 我都不明白為何要設計到這樣 但其實你如果了解它是哪個設計 以及它是甚麼國家的風貌、風情 情況之下而設計的話 你了解多些才會愛上它 如果你不知它是甚麼來力的話 只用自己的眼光一看 有時候未必是這麼了解得到 所以美食你都要找蔡蘭說兩三分鐘 你聽它說完總是覺得那樣東西比較好吃 就這樣自己吃又未必吃得那麼好吃 所以有時候了解一下來龍去脈 對於你鑑上一些東西的品味很重要 所以我經常說每隻錶 一定一定一定你自己要拿上手看過 一定有些錶你自己戴過才知道 對不對你自己 因為每個人都很個人化 但是合不合你自己的情況下 你自己去了解多些 然後再作出一個評論 或者再作出一個自己評價 我應不應該買這個錶 對不合我呢 這樣的話你的決定 可能會再比較完善、妥善一些 這隻的Pasadi Cartier 很多朋友都知道 其實它是Gelgenta的設計 但其實這不是完全正確的 我稍後會說回為何會找Gelgenta的設計 Gelgenta設計這麼多錶 這隻我認為是最沒有設計的 因為這隻錶本身是Louis Cartier 在1930年替馬拉克什總督Pasad 去設計 如果大家熟悉歷史都知道 這是誰 或者是上網自己看 它也挺威風 曾經有這麼多財富女士 和邱吉爾合作等等 你看回歷史就會看到 這隻錶本身是說明馬拉克什 因此有北非的摩洛哥風情 幫它設計 因此有這個文化背景的情況下 因此這隻錶本身是有北非的味道 亦有總督的味道 因此 不是說每個人一開始就覺得 這隻錶為何不同 一般的潛水錶和計時錶 不同 因為它本身的設計定位 就是被一位統治者使用 這隻手錶因為30年代已經有這個樣子 當日的元祖的Pasad 和這隻已經很相似 因此當日叫Georgenta設計時 其實有兩件事 第一,因為石英危機 看到它設計這麼多 Wall Oak、Lottolus 好像都挺成功 不如當初一開始就不成功 但1985年已經很成功 不如叫它幫忙設計 其實Georgenta也不知如何設計好 因為它本身這個錶已經一出來 就是這樣了 因此 因此 你玩Pasad de Cartier的錶 記得玩它的錶帶 因為錶帶從來都是Georgenta厲害的東西 從來都是買Pasad de Cartier應該要買的東西 因為其實真的有份參與過設計的部件 我認為Georgenta做過的只是一條帶 其他本身都差不多是樣子 我都不知道設計過什麼 因此 記得買鏈帶 無論是金或是鋼也好 有不同的 有扁帶 有圓帶 有五柱帶 有類似米蘭帶 也有很多 因此就玩那些更好 玩皮帶 就玩不到Georgenta 只是玩到本身的Pasad 這是我自己的意見 這款錶當然是不常見 很多朋友都會買鋼 因此這款錶不常見 這款錶是四兩多重 我覺得玩Cartier也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價值顯然意見 在它不同的擺位和系列的層次 如何good, better, the best 是很容易看得到的 譬如一隻的鋼錶 這是我太太的這隻小小的鋼板 你看到它用金屬的系列 銅貴金屬系列 第一,表面是只面 印上去,沒有東西 金的,Gilce面,金字 藍鋼針已經發了毛的針 同樣年代已經發了毛的針 一看就知道它的用料很不同 普通墨底的Ether機芯 和做得這麼漂亮的 它叫做191,其實就是GP-3001 G柏的機芯 你看到你給20多萬和幾萬的分別 是顯然意見的 譬如有些牌子舉例 我們有些朋友也喜歡的 但它的價錢或價值不是顯然意見 即是六圈六面為何會比金錶 你不能夠從整體去告訴你 因為它有一樣東西隱藏了炒價或市場吹捧 但例如Cati手錶 當然很多手錶都是,一分錢一分貨 但它是特別明顯的 不同的價錢給你的東西逐級上 看得出的 這個機芯大家可能意猶未盡 看到為何這麼漂亮 這麼多花紋 不停丟掉Cartier的符號 就是GP-3001之拍的機芯 現在很多已經用自家機芯 但這個非常非常非常少有 就是Pasadier再開了個Caseback給你的 這款2392 可以看得出這麼漂亮 雕刻得的支拍機芯 整隻錶是38.8mm 我認為是39-40mm 錶面都非常大 非常unit的北非風情 經常說北歐 北非的風情 你看看那些紙 漂亮到爆炸 而且要欣賞 這個扣子我很喜歡 就是 這些扣子 你拍哪一邊線都可以 即使它凸出來快染在這邊 你拍那邊線都可以 拍那邊線都可以 有甚麼所謂 但金錶有時不小心 如果是另一邊才能吸進去的設計 有時會令到那些紙 長期長期這樣做 因此這個設計就是最棒 整體來說 非常有historical的錶身 加上 原來我這樣說 Jenta主力也是參與錶帶的設計 有大師的風情 有歷史的風味 有北非的味道 還有Cardier始終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我認為 他可能是勞力試之後 最多人認識的牌子 如果說手錶 即是很多人你跟他說 如果不玩錶的人 你跟他說勞力試 他當然會認識 但你跟他說浪格 你跟他說IWC 未必一定認識 但Cardier好像街邊賣賽 婆婆也聽過 因此他的知名度 遠超其他手錶 尤其在女士心目中 雖然這隻是藍裝錶 尤其在女士心目中 地位是難以動搖 因此 Cardier也是一個相當值得玩的牌子 當然今天買這隻錶 不知為何沒有了金帶 你要買金帶 你可以買那些 Centro系列 Tank系列 不知為何 Cardier沒有金帶 差了一點點 當然這些錶 如果整隻連同金帶 今時今日在Cardier買 25、6萬左右 就走不掉 但我希望過兩年出回 不一定要出回這種帶 當年Genta也設定了很多條 偶爾拿一、兩條出來都可以 只用皮帶 就沒有了那種80年代 一體的Integrated 當然它不是Integrated 那種感覺 因此我認為它出回金帶 比較好 這次錶了十多年 但之前的設計 現在就沒有出 今天和大家長氣一點點 如果大家對這段 Pasad de Cartier的歷史有興趣 其實上網都有很多不同的資料 但如果這樣聽完之後 會不會對於這種風情 這種風味 會有不同的看法呢 大家可以自己看看 自己想想 有時候 一隻錶了解多點 硬是會喜歡多點 有時候有些車都是 看多點它的原因 為何要這麼設計 有時候會喜歡了 今天和大家說這隻Pasad de Cartier 全金 這隻2392系列 多謝各位